一定奇怪 因为他是常常一祷告 你跪到那 讲到有时候聚会的时候 人家敬拜你都跪着呢 我说这个不是一个习惯 这个是我遇见耶稣的时候啊 因为啊 我16岁啊 我的父亲带到癌症 医生说他快要死了 那我妈妈在玄量自尽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听到主对他说 孩子不要放弃 回家吧 耶稣爱你 妈妈听到了这一句话 他突然间想到 宣教是离开中国的时候 告诉他的一句话语 我们虽然离开了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 耶稣爱你们 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遇到有什么事情 就跪下来求耶稣 所以妈妈就把我哥哥姐姐 我们一同叫起来 让我们跪下来 奉耶稣的名为爸爸祷告 所以不到一个礼拜 我的父亲就这样待到了意志 他完全地待到了释放